3月26日,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新闻发布会,继旗舰学术报告发布会在海南博鳌召开。 秘书长李宝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,当前单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情况下,博鳌亚洲论坛为各方提供了一个高端对话平台。 李宝东说,博鳌亚洲论坛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,在此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他的作用就是凝聚这一个地区的国家地区经济体的共识,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。 应该讲,在这方面,博鳌亚洲论坛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对这个地区的企业、政府人士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端的平台。 李宝东说,当前单边主义、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在世界上四处蔓延,引起人们高度关切。 在这种情况下,博鳌亚洲论坛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,能够共同面对我们的挑战。 使我们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,能够维护多边的贸易体制,坚持多边主义,坚持全球化。 使我们人民通过全球化能够获得更多的实惠。 今年我们专门就这些问题设置了一些对话会和援州会,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能够凝聚更实,能够发出明确的信息。 就是我们要走多边主义的道路,我们愿意看到一个平衡的,更加平衡的,更加健康的全球化。 此外,李宝东介绍,今年来参加年会的代表有2000多名,来自于60多个国家和地区,其中外国政要有14名,部长及官员140多名。 发布会上,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,新兴经济体报告,亚洲竞争力报告,亚洲金融发展报告,四大学术报告也同时发布。